988新闻线 现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给你整理啦 新闻主线 人资部最多雇员 人资部收到最多雇员投诉案例 雇主不准居家工作 雪龙地区的重症患者多医疗痴检 卫生部长宣布十项的舒缓措施 总检察署表示 无证据师多数支持 没有证据显示是失去了多数的支持 慕尤丁政府合法执政 阿末扎西否认巫统撤支持慕尤丁 未自保 纳吉就建议组一个过渡政府 巫统最高理事会昨天晚上开会 据说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线上会议 直到凌晨12点多的时候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抛下了震撼弹 他宣布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一致决定 即刻起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并要慕尤丁体面的下台 让新任首相上台 他说这是为因为国盟没办法完成 巫统支持国盟的条件 所以要求慕尤丁下台 让新首相上台 并且主要专注于人民的福祉 抗议和接种疫苗的进度 他也说明接任的新首相 只是短暂的领导国家 一旦抗议成功就会劝谏 国家元首举办全国大选 那阿末扎西呢 他虽然是要求慕尤丁下台 但是他也强调巫统的立场 也就是不会支持 公正党主席安华出任首相 或是由行动党跟西蒙 组成的这个政府 他说这项决定呢 是在2020年巫统大会通过的议决 阿末扎西呢 其实他也细数了慕尤丁领导的 国盟政府七大失败之处 他批评啊国盟政府无法有效抗议 导致人民焦虑和抑郁 包括朝夕令改的政策 半生熟的行管令 使到人民浪费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他说国盟政府没能捍卫民主制度 阉割保护人民权利和声音的议会问责制 他也批评国盟政府无法取信于民 无法照顾人民福祉 让自杀的案件是攀升 近期的白旗运动呢 就显示了人民的失望和抗议了 那他也批判到 国盟政府搞乱了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的预令 使元首发出声明和预令 允许召开国会辩论紧急条例和国家复苏计划 并强调乌统对这样的无理的行为呢 是无法妥协的 阿莫扎西今天下午有再次在他个人的脸书那边贴文 就说乌统昨天晚上最最高理事会会议所做的一切决定 都是基于人民和国家的福祉 也符合党章 因此呢一些宣传机关还有看法就声称说 这个乌统主席是为了自己而代替党来做决定 阿莫扎西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 所以他是特别的驳斥 那前首相纳吉则声明就说到 乌统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认为应该要组建一个任期不超过六个月的过渡政府 并让一个有期限和明确目标的过渡政府呢 来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更何况他说国会自动解散其实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而已 他还说以一个后门政府来取代一个后门政府 并不是解决之道 纳吉就强调如果国家出现了威胁到人民生存 还有国家经济复苏的大问题 其实就需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昨天呢刚刚受委任为副首相的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早上呢他就赶去跟首相慕尤丁会面 中国报引述消息指出 伊斯迈沙比里预料会召集其他在最高理事会会议上 反对撤回支持首相的理事同僚 紧急开会以讨论如何反驳阿莫扎西的声明 消息说沙比里昨晚呢也在最高理事会会议上提出 目前不是撤回对慕尤丁支持的好时机 否则人民会对巫统导致国内政治局势动荡而感到不满 是另一方面呢新洲日报引述巫统消息就说 多名巫统部长其实已经向慕尤丁表达 他们不会辞职的立场 消息就说到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确实有谈论在国盟政府的形势 最后的决定是继续留在国盟政府 只是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因此呢巫统部长依然保留他们的官职 也不会有辞职的事情发生 那对于阿末扎西今天凌晨的宣布呢 联邦直辖局部长安努亚穆沙就揭露 阿末扎西的声明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巫统最高理事会的讨论内容 而且呢有关声明在会议之前就已经拟好的 他说党中央对这件事没有共识 因此他呼吁阿末扎西必须尽快的来说出真相 安努亚穆沙就说他向与会者了解之后 知道昨晚的会议明显有不同的意见 但没有共识也没有投票 是眼看国家的政局其实好像又要陷入僵局的一个情况 那巫统元老兼华王生区国会议员东布拉沙里呢 今天在一项活动被媒体问到的时候就说 如果他获得委托和信任 那么他是乐意担任过渡首相的 他还说如果国家再次陷入政治危机呢 他相信包括他在内的任何人 他们都会为人民的利益而承担责任的 所以他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现阶段呢 谈是什么过渡政府之类的似乎也是言之过早了 总检察署就强调 国门政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 首相慕尤丁已经不再获得国会下院多数成员的信任 因此呢慕尤丁和现有的内阁在法律上 还是有继续执政的行政权利的 总检察署今天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43 跨湖2跨湖A条文 证明一个人是否获得下议院多数成员的信任 应该由下议院的成员自己决定 而不是通过政党或者是任何政党领袖发表声明 是其实我们听了这个交演新闻之后呢 有一些人心里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慕尤丁昨天明明才宣布着声两位的巫统部长 为什么阿莫扎西却选择在支扣宣布巫统会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呢 结果我们今天就有请时事评论员许国伟伟来给大家解答的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生气了 第二个是他不能够再忍下去 扎西跟首相慕尤丁其实一直在明争暗斗 而且越来越激烈 扎西最近一直要求召开国会 而且还扬言要退出国门政府 但是我们也看到报道说 他游说巫统一言退出国门政府失败 然后慕尤丁就在巫统召开最高理事会之前 突然间宣布委任沙比里为副首相 还有西三为高级部长 这就让扎西觉得不能够再忍了 否则自己就要让这些当官的领袖爬头了 所以扎西非常的生气 他要倒慕尤丁呢 相信也是谋划多时 就在等时机而已 昨晚就是他认为的时机 那么扎西在发表声明之后呢 是否代表着慕尤丁就要立刻下台 国门政府就倒台了吗 我们用去年喜来登事变作为参考 因为有一些相似 但也有一些不太是一样的地方 当时候土团党宣布退出西门之后 当时的首相马哈迪也就辞职 西门政府倒台 然后严守就委任马哈迪出任过渡首相 那后来大家也才发现 马哈迪当时是有心让西门政府倒台的 所以呢 他就辞职 要另外组织新政府 自己再担任首相 那现在呢 如果慕尤丁不辞职 谁来确认巫统所有议员都不支持慕尤丁呢 那又如何来证明慕尤丁失去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因为首相是获得最多国会议员支持的人来担任的 现在没有开国会 你没有办法表决 虽然你说可以用这个议员签署法定声明书 但是还是需要经过严守 交建他们再确认 这也不是三两天的事情 那么七月底的国会 是否能够有选出新首相的议程呢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还需要再等下一轮的国会 那又是什么时候呢 所以这时候需要时间 而慕尤丁需要的也是时间 另外呢 根据扎西的说法 乌统只是不支持慕尤丁当首相 但是没有要退出国门政府 乌统呢 还是要继续当执政党 当政府的 所以 要复制巫统在霹雳周一会换大臣这一招 当时候他们是把土团党的 苏里主席阿末菲莎 这个大臣呢 推倒了 所以呢 这一次阿末扎西 他要换首相 不是换政府 针对的对象就换成了土团党的主席 慕尤丁 那至于会不会有新首相呢 首先必须是慕尤丁辞职 或者他确认失去多数的支持之后呢 在元首的劝告之下辞职 那么才会有领选新首相 那么谁的机会比较大 巫统里面官司缠身领袖都想要 但是基本上很难 那巫统当官的领袖当然也想要 但是当权派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那么土团党呢 阿斯敏有没有机会呢 别说巫统不答应 相信土团内部跟伊党都不会接受 那么或许呢 马哈迪跟东姑拉沙利 就已经开始在盘算了 又是咱们这些老爷爷的机会了 所以老话一记 人人有机会 人人没把握 要当首相 要有人数 还更要有命水 谢谢国伟精辟的这个见解 跟这个分析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其实讲真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政治领袖 他们在葫芦里卖什么药 因为现在看到每个动作 好像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我们接着来说一说 针对巫统宣布撤回对 慕尤丁的支持这件事情 西蒙是怎样看巫统的行为呢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克敏六说 巫统宣布撤回对慕尤丁支持 就是代表终止跟国盟合作 意味着国盟政府已经倒台 而慕尤丁最正确的做法 是有尊严的辞职下台 他说随着紧急状态进入倒数 其实慕尤丁只剩三个星期的时间 即使不辞职 在8月1号之后呢 也要下台 除非巫统又回心转意 支持慕尤丁 但是根据李可敏的看法 其实依据目前的局势 巫统的立场不可能再悠转 否则将会成为全球的笑话 那记者就有问他 巫统和行动党 是否有合作的空间呢 尼克敏表示 行动党的立场是将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而他们也没有把话说死 没有说要或者是不要 得看最后整个局势的演变了 那另一方面呢 陈信党副主席穆扎西 他就认为 国盟政府其实已经垮台 西蒙更成了国内最大联盟 他说西蒙手握89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依然是国内最大的联盟 但不足以组成政府 剩余的强文大多数 还是掌握在国阵沙巴和沙拉越手中 而敦马派呢 也准备司机而动 是其实刚刚看到西蒙主席理事会 那边也发出声明 就是呼吁首相孟尤丁 在失去巫统这个国盟政府成员党的支持之后呢 应该要体面的辞去首相一职 一周视线 OK今天的一周视线代表星期四已经到来 那你最关注的是以上哪一个课题 我看到这个投选的时候 有没有去脸书投选 心里有一点无奈 但是好像还蛮有趣的 OK我们 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课题 然后我们的小编就要我特别的诠释一下下 给大家诠释 第一个你关注的课题是巫统的话 你可以选择wow OK那如果你还是选巫统 但是你觉得是哈哈的选项的话 你就选择哈哈咯 那第三个选项是也是巫统 但是是angry的选项 用这个emoji来表达你的心情 是欢迎你去到988的脸书上面进行投选 那雪龙地区这个确诊病例高起 其实重症患者也在增加 看到今天啊 雪州跟吉隆坡两个地方加起来的累计新增病例呢 就是5285宗 很多很多 其实是给医护人员添加更大的压力 那卫生部长阿安爸爸今天有宣布了10项的措施 希望可以减轻雪龙区医疗机制的压力 第一个就是会将MAEPS低风险及治疗中心 第四和第五期的患者转移到其他的医院 第二呢就是巴生中央医院会增加60中央床位和添置这个医疗器材 第三就是跟武装部队合作 在巴生中央医院建立野战医院 会增设50张床位 那第四就是跟吉隆坡旺沙马珠端古米站军方医院合作 会收治第三和第四期的患者 那第五呢就是为重新调配上百名的医护人员 以支援MAEPS低风险隔离和治疗中心2.0 第六呢就是为添置上千个氧气瓶以应付需求 同时呢确保氧气瓶供应不中断 卫生部购置了300台制的氧机 第七就是即刻进行制氧机的测试和运作 以便能够立刻启用以治疗病人 第八重启双膝毛弄卫生部训练中心 来收治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患者 第九出动这个志工 尤其是一些红星月会协助 用来协助照顾新冠患者的染疫孩子 第十呢就是与私人医院医护人员和雇主合作 设立新冠评估中心和低风险的隔离治疗中心 同时呢今天国家安全理事会有宣布 所有在雪兰儿加强新管令 也就是EMCO地区的制造业工厂 都必须要安排员工进行每个星期 两次的这个快速抗原检测试剂 ARTK Antigen的筛检 根据国安会昨天发布的这个标准作业程序当中 就有提到只有冠病检测成阴性的员工 才能够去工作 所有的检测费用呢也得要由雇主来承担 那说到疫情严重的情况 我们其实还可以来看一看吉隆坡中央医院的 根据了解呢 吉隆坡中央医院主要大楼几乎所有的病房 都已经腾出来冲作冠病病房了 而仅剩的两间病房 也就是手术室和骨科室 也在昨天被用作为收治冠病患者的病房 吉隆坡中央医院呢 原本是有700个床位用来治疗冠病患者 昨天呢是再添加了60个床位 医院的阿尔扎医生 昨天就在脸书发文说 即便这个医院已经扩大收治冠病患者的区域 依然是公布应求的 因此部门主管马哈达 昨晚就召集了所有的急诊部的团队 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新增病例的这个部分 截至今天中午 全国累计病例已经突破80万大关 达到80万8658宗 今天是激增了8868宗关病确诊病例 是这个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的记录 那雪兰俄州也是创最高记录 是达到4152宗 吉隆坡有1133宗 森美兰州新增897宗 比利州543宗 接着吉打州有360宗 还有今天有一个记录也是很高 这个是135宗的死亡病例 是疫情来的最高记录 上一次最高记录 是6月2号的126宗死亡病例 目前累计的死亡病例 已经达到5903宗了 真的是非常严峻 疫情严峻 接种疫苗的速度 也是要在线才可以 清新的是 我国的单日新冠疫苗 接种量已经是连续三天 破30万剂了 昨天的接种量 也是创下了新高 达到37万5842剂 根据冠病疫苗 供应特别委员会 JKJV的数据 截至昨天 全国累计疫苗接种量 突破了1000万 达1036361剂 尽管对抗疫情应该优先 但是人力资源部 其实接到最多雇员 投诉的这个案例 竟然是雇主 不允许员工居家工作 人力资源部 在今年5月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式 叫做未劳工效劳 就是WFW 结果呢 其实有很多那些 被欺压过的员工 他们就去那边投诉了 而截至目前 当局已经接获 投诉高达503宗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阿晃哈欣就说 接到最多投诉的案例 是雇主不让他们居家工作 这个比例是高达2000多宗的 接着呢 是雇主不发薪资 或者是持发薪资 一共有1000多宗的投诉 第三多的是雇主不按 劳工法令扣除薪资 那还有其他投诉的事项 包括了像 没有被通知就被开除了 达到300多宗的投诉 没有付这个超时补贴 没有符合最低薪资 没有工作合约 和没有年假 等等等等的投诉 如果你想要做投诉的话呢 也可以去下载 这个WFW的这个应用程式了 是的 那针对此事呢 其实人力资源部长 萨拉瓦呢 他也有回应的 他是表示 将尽快的拟定政策 来协助这些受到逼迫的员工 萨拉瓦呢就说 虽然说政府已经制定条规 只允许30%到40%的员工上班 不过呢 依然有许多雇主蹭机 强迫员工超时工作 那人力资源部呢 就会尽快的在近期内 拟定两项政策 主要针对居家工作 和遵守工作标准 标准罪这两方面 这个部分呢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改进了 对 一周视线 好 那我们接着就要关注一下 大家最关注的课题 呼之欲出 大家最关注的是 梧桶 对 因为就只有这个选项嘛 但是你觉得哪一个 就是情绪是大家比较 哪个以摩基是大家选择的吗 应该是angry吧 其实不是咧 大家对此是有点看戏的 这个心态我觉得 因为呢 选最多的是哈哈 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是选择哈哈 哇 这么多人选择哈哈 那第二呢 就是你说的angry了 就是还是有一些 网民呢 他们是认为 百分之二十五了的网民呢 他们是认为 就他们选择 选择angry 对 有点生气的这个emoji 但是不懂 他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哇 这个emoji 就百分之二点七二 OK 谢谢大家今天去投选了 也是非常有趣的 一周视线的投选 那也给大家预告 明天早上的八点钟 一定要听这个 时事一百度 会有时事评论员 陈亚才来点评 一周的三件大事 明天新闻线呢 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 给你跟进这个 关于巫统的课题了 我是冠贤 我是Stacy婉签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咯 好